謝謝主席 有請部長 請講部長 還有CDC署長 CDC 那個郭書 我是接續將委員的尋答 疫苗基金期待是最穩定的裁員 那疫苗基金期待最穩定的裁員 是來自圓捐 你剛才的答誤是不是這樣 不是 不是 煙捐當然不是一個最穩定的裁員 假使能夠從公務預算來的話 那當然是最好的一件事情 對 那現在調整之後 剛才部長答護委員會是說有充分的討論 那這樣調整之後 對你們疫苗基金可以抑注多少 所佔你們的正常的比例是多少 是不是構成所謂的到目前為止 你原本是期待公務預算 才是最穩定的一個預算 但是顯然公務預算不足以讓你疫苗基金 可以達到穩定的這樣的預算的抑注 所以你們回過頭來 充分討論之後 還是要透過煙捐 才可以讓你們的疫苗基金 達到某種程度的穩定 抑注到疫苗基金裡面 應該這麼講 我講這樣應該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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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論輔你的話吧 這也就是因為為了因應 未來我們新疫苗的引進 所以嘛 所以就增加近快一倍嘛 如果一點多 增加到二點多 增加快一倍嘛 所以不管怎麼樣 就是說 長期以來 疫苗基金期待公務預算的抑注 是最穩定的 但是長久以來 就是這麼不穩定 就是沒有辦法期待公務預算 反而 現在 整個煙捐去做調整之後 欸 疫苗基金得到 比較穩定的 是從煙捐而來 我這麼講應該沒有錯吧 如果是這樣 我跟你講 這個政府亂掉了吧 本末導致到 極盡的 我讓我沒辦法接受 我相信委員會 不管是哪一個委員 也應該讓你接受 就剛才江委員所講的啊 你的疫苗基金 跟這些吸煙的人 買一包煙 付出的煙捐 到底什麼關係 你的疫苗 是要預防什麼 你的疫苗打下去是預防 吸煙的人口數降低 還是說 吸煙的人口 會A傳B B傳C 今天我們 我們一個疫苗基金 跟一個吸煙的狀態 完全沒有相關 那我們一個疫苗基金 期待有一個穩定的經費來源 期待是公務預算 但公務預算 從頭到尾 沒有辦法讓疫苗基金 可以去補足 可以去讓它穩定 緩之 我們現在去調整之後 從疫苗 從煙捐的部分 拿來 作為疫苗基金最穩定的財源 這是什麼社會 這是本末導致到幾點 公委員報告 其實 我們 剛剛郭署長也談過 我們當然很希望公務預算 它都能夠很充分的變 不過 因為政府的預算 每年各部會各單位 都是在想盡辦法 但是 因為大餅就這麼大 所以 呃 陳主委員剛剛講的 這個公務預算的爭取呢 有的時候不是那麼 不是 部長 公務預算的爭取 當然 你部長跟各機關 就是跟 跟行政院跟主計 必須要充分的溝通 什麼 什麼樣的一個 預算科目裡面 就曾如郭署長所講的 我的疫苗基金 我就必須要穩定的財源 對不對 萬一有什麼狀況 我不能 東臭西臭 之前也動用過預備金 那你現在 這一種 這一種就必須 它有必須穩定財源的 這樣的一個公務預算 來去挹注在這個基金裡面 我們跟行政院爭取不到 反而我們要從 這個厭倦裡面去做處理 而且 你從1%多 變成2%多 幾乎 幾乎是100%的成長 然後來變成一個 疫苗基金的穩定 財源 這說不夠嘛 那不是這樣 這第一點 第二點 你們這邊洋洋灑灑 寫了這麼多的修正 第一 癌症防治 國健署 現行分配5.6 做了什麼 當你們的報告有 但是你修正分配之後 變成11% 100%的成長 你要準備做什麼 好 然後 你的預防醫學機 臨床醫學醫療品質 144 機關署 4% 現在變成7.38 增加3.3 也將近百分之八九十 大大大大大 這些一大堆 隨便一個署 從煙圈裡面 就可以增加 10億 15億 20億 委員會在跟你們審查 預算的過程裡面 一百萬能百萬 蜘蛛必叫 而且我們看到 給你們機會之後 這質詢力 有時候 也非常非常的落差 差牆能一到 我們沒辦法接受 今天你們從業縣裡面 可以大張旗鼓的 擴大到這種程度 你跟我講啊 你們原有線型分配做什麼 你們在報告書裡面 有審 沒有錯 但我請教你 修正分配之後 增加這麼高的比例 要做什麼 要做什麼 你們有審嗎 這麼多項目 你們有審嗎 包括委員 在第二份報告裡面有 哈 在第二份的報告 所長你要叫我們這些委員 叫全國人民去相信 從我剛才講的 就你國縣署就好了 5.5% 5.5%變成11% 你增加百分之一百的 還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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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站在國人保健的過程裡面 對不對 那我就應該積極啊 貴族就應該積極啊 怎麼可以差這麼多 以前癌篩是在健保的給付 現在把它移出來了 所以它的需求變成在這邊 你們怎麼移 乾坤大弄移 我不清楚 我相信 我相信連裡面的人都不清楚 你從健保裡面下去把它 移走20% 我不曉得健保署署長有沒有意見 健保署署長 如果沒有意見 那就更糟糕了 趙委委會 我們問你 健保補充保會 丟到這麼多 八九百的 等同當時的消費券 我想是消費券 花了太多 故意從補充保會去做處理 我說你們已經 看到某種程度了 要不要調 你跟署長都跟我講說 不可能 行政院馬上幫你們強姦 你健保 你補充保會裡面 四五項 馬上去降低門檻 那 你現在有錢了 可以讓行政院跟你強姦 連這裡健保會還不符咧 對不對 那現在 又要從 原有的 宴圈預註到健保會的部會裡面 去從這邊七十八 降到五十八 整整降到二十八 哇 你健保費 健保是很強的 對嗎 很清的 清得抓不到 可以這樣嗎 你們在這邊信誓旦旦 說 絕對不能調 這是連動的 匯率跟補充保會 基本上哪有 哪有可以讓你們當外面去調 法律沒有規定 你們說不會 不行 那怎麼行 因為強姦你們 你們 你們夢不吭聲 還好還有個健保會 起來發生 那現在 到底現在 寫又要強姦健保署 七十八 水降到五十八 這二十八 剛才江委員講的六十六億 是這樣而已嗎 那顯然 你們平常這六十六億裡面 你們要在 各 各 機關 國慶署 一四四機關署 照護師 還有 社交署 還有一個 綜合規劃師 綜合規劃師去搞一個什麼 從燕圈裡面去拿一筆錢 做什麼 藥物濫用 宣導 然後咧 然後什麼 正確使用安眠藥 對抗牛眼 牛眼 慢煩惱 然後 經費來源 來自哪裡 來自燕圈 來做譽註 然後半摩柴 然後抽了 iPhone16 是S還是16 我不曉得 因為我沒有用iPhone我不清楚 iPhone6 然後送了 16G的是不是 幾G你知道嗎 應該是16G 16G還是32G 送這麼糟糕 錢這麼多 送64G才對阿 然後送10台 然後100多萬人去瀏覽 請問這個燕圈到底什麼關係 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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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104年度有四個衛教宣導的主軸 主要包括食品安全教育還有藥物濫用防治還有疫病防治跟高齡友善環境 那每一個宣導主軸大概在700萬上下 但是都是偽辦計畫 那利用多媒體的那個管道去做宣傳 那包括平面跟那個網路還有電視的偷播 那這一次我們是委託 你是不是做我的規劃師 是 好 那這一次燕圈的調漲你可以增加幾% 我們這一次都沒有調漲 我們反而明年度還往下調 我們本來是10千萬變成只剩下3800萬 我們沒有增加 17 什麼叫17萬剩下3800萬 就是在做衛生保健這一塊 從這一塊那 從燕圈裡面你們原有綜合規要是分配多少 這一次修正完之後 你的分配是加還是減 這一次的重新分配我們沒有增加反而是減少 對減少多少 大概兩三百萬左右 減少太多了 是因為iPhone買太多了 所以貴部把你們做調整 不是 跟委員報告 因為我們這都是委託廠商 那獎項的提供都是廠商來決定 那廠商可以平均分配 或是說集中所有的金額在第一獎 那這一次因為剛好這個廠商是集中在第一獎 那其他的獎項就很 都是很小的獎項 那最主要是要提高這個點閱率 我們這一次的點閱率達到兩百多萬 比以前的績效都還要好 最主要是為了要提高這個 對於民眾的宣導來 匯匯到民眾的健康 謝謝李清輝 點閱率我這邊是一百多萬 你是兩百多萬的 恭喜你了 你達到某種程度這樣的一個效益 但是我 部長我不清楚 這跟煙圈到底 直接的關係是什麼 跟煙害防治的直接關係是什麼 今天安眠藥使用不當 今天我們做用藥相關的宣導 我沒有意見 今天你們要去送什麼東西 我沒有意見 但是到底跟煙圈什麼關係 這樣的關係的存在是什麼 當然你講一個衛生保健 一大堆 你講到也很多好聽啊 補助醫療資源缺乏地區 你講寒介疾病 寒介疾病從2%變成2.7% 然後這2.7%增加多少 我如果看預算沒有錯誤的話 原本經常是1.1% 1.1%是1.8% 1.0%也是1.8% 1.0%也是1.8% 但是這樣做調整之後 變成8.23% 等於增加快 將近快7億 將近快7億 如果沒有這麼多 也多了幾億啦 對不對 那我想說 你喊病 在你煙圈在執行過程裡面 依託在執行過程裡面 你平常是怎麼做 你熊熊的增加了這麼多的預算 的一個規模 所以我這邊寫很清楚嗎 你原本的 你做什麼 我知道 我沒清楚 但是你增加之後 你們預計做什麼 我們根本不清楚 我們怎麼讓你去做調整 再來 到底你健保署的立場是什麼 怎麼一個健保署現在變成小媳婦 怎麼變成健保署 好像裡外不是人 這是什麼政府的貼署 衛福部的體制底下 怎麼會變成這樣的不堪 那個根委員報告 這個整個調整 當然是在衛福部的體制之下 大家協商出來 那最後的決策 當然是我做的 這樣子的一個結果 那我想這個整個調整的前提 我剛剛有說過 各方面是有這個需求 這個是第一點 第二點 目前的健保的安全準備 大家都知道它比較高 所以目前的狀況 是可以做一些調整的 但這個調整應該是一個動態的 換句話講 一兩年以後 如果覺得這個這樣子的比例不太對 我們可以再調回來 當時時空背景不一樣 我們就可以再調回來 但是目前是有這個需要的 而且健保安全準備 是有這個能力來承擔 你今天去調漲 調漲 調漲 健保會率 絕對跟全民息息相關 你去調 你去調降 調高 健保補充保會 這樣的門檻 也跟全民息息相關 跟本委員會 難道沒有息息相關 你今天的燃圈 今天在整個做調整 辦法的修正過程裡面 為什麼提來到委員會去做審查 也就是說今天我們看到健保會 的整個調降 是從 整個健保會 在厭倦的部分 從78 降到58 這麼高 這麼高的一個會用裡面 我們會覺得 你們講說要從 補充去長期照顧保險 但長期照顧保險裡面 社家署裡面的社會福利 原本是3% 現在也變成8%而已 也變成8%而已 顯然 顯然你用長照之名義 要把健保會原本的 昏沛的昏沛70% 現在降為50% 把28%要挪到 來挹注所謂的長照的 相關的一些準備 但是它只有8%而已啊 只有增加5% 相對沒有這麼多啊 那個一年大概需要24億 它的來源除了這個燃圈以外 還有房地合一歲 還有公務預算等等 所以這個挹注應該差不多夠了 部長我是善意在提醒 事情應該不是這樣的做處理 今天今天 今天這麼 今天我們燃圈 可以讓我們好比 我不想去形容 知道什麼叫小金庫啦 因為如果今天對這個東西 叫做小金庫 我們委會也不需要來做審查 但是我覺得說 如果今天有這麼大的一個 預算的一個規模 可以這麼草率的 來做這樣的一個分配 然後做這樣的調整 然後我們又沒看到你們 我們未來可以執行的一個狀態 然後你又說又是 把健保會的這樣的一個 的準備 降到20% 從燃圈的部分降到20% 然後提來做長照 那顯然長照裡面有沒有這麼多 從這個地方來做挹注 我是沒辦法接受 這第一點啦 最後一點 主席還有一個時間 這一個要緊的事情 我要請教 我想這部分 我們真的要好好討論 這個到底是什麼啊 化妝品洗瓦精 雄激素 致癌 雄 雌激素 雌啊齁 雌 剛才太激動了 剛才看著 沒有看著剛才 雌激素 致癌 什麼狀況 跟委員報告一下 這個化妝品的管理 因為在這個 各國的管理規定 你先打誤 我一直在誤啦 歐美 歐盟美陸 以陸續禁用 我 我 我們啦齁 我們政府進入清查 200多種產品 明年期更進 明年7月期更進 人家陸續禁用 我們開始清查 我們明年7月期 才要開始跟進 嗯 跟委員報告 這是 沒有 這是不是你的訊息嗎 這是我們發布的訊息 沒有錯 請說明清楚 好 那我們是在這個 11月9號 做了一個預告 就是說這個化妝品 含這三類磁激素的成分呢 呃 這個 需要 這個 從 這個 明年7月開始 會 全面的禁用 那原因就是說 現在各國 世界衛生組織呢 在101年是 把它列為這個致癌物 然後各國 世界衛生組織 早就在 早就在101年把它列為 是 一級致癌物 是 那我們 所以人家已經開始禁用 陸續禁用 我們必須要到明年7月 所以我們要求 我們要讓這些 洗這些 洗髮精的消費者 繼續洗到明年7月 跟我原報告一下 那我們原來的管理呢 是 因為各國的管理不一 那目前其實日本呢 是還是容許的 這三個成分 那因為我們的化妝品的管理 跟日本的是比較接近 所以呢 經過評估之後 那今年是有一些 比較多的 這個研究出來 所以我們呢 就在幾個月之前 也做了一些評估 那麼到最近呢 我們做了一個定案 就是我們還是會 比日本 先一步呢 還是跟國際上的 一般其他國家 一樣的規定 那但是呢 因為這個需要 業界呢 需要做一些準備 那我們是在這個 最近做一個預告 給大家兩個 星期的時間 我們 那麼如果 因為他需要做一些 換處方的一些準備 不長你如果現在聽他 講這樣的狀況 你可以聽得下去 媒體都在這邊 你就做一個宣誓吧 如果你們這樣 可以對全國國人 對使用這些 西瓦青的這些消費者 大家都可以接受 你們就做一個宣誓吧 你要等到日本 日本還沒有 所以我們跟日本 是這樣嗎 日本的長照做這麼好 我們台灣長照 到現在 都沒有人一支卡摩 我們台灣的健保 做這麼好 全世界各國 有人還照我們 台灣的長照嗎 有人還照我們 我們的健保嗎 然後現在歐盟 現在美陸 都已經 連陸 陸是不是大陸 是不是中國 是 已經陸續 禁止使用 我們還到 等到明年7月 好 各位說明一下 我們原來也 顧慮到這個 你要不要繼續洗 這種東西 你要不要繼續洗 你回答我 這種東西 你要不要繼續洗 我們會再做一個評估 你先回答我嘛 這種東西 你要不要繼續洗 我們可以考慮提前 因為現在業者 都已經陸陸續續來申請了 那我們也可以考慮 把這個 申請變更配方 那我們也可以考慮 把這個時間提早 時間提早 主要是說在業者的一些 處方的準備上 我們可以 沒有啦 部長你沒有說話 真的要出事 我不會跟你騙 我跟委員報告 我要求他們把這個 期限提前 他們去評估一下 把它提前 再怎麼樣也不可能到明年7月嘛 對不對 我們把它提前 你們立即趕快 沒有腦袋 已經是一起自來物的東西 怎麼還可以 讓你做這樣的處理 那麼慢半拍 好啦 謝謝啦 請部長積極啦 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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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